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權報告 又是Marco,跟大家繼續分析今個星期期權策略總結 開始之前先買一買廣告 因為我未來九月會放足整個月代價 接下來我和MeggHub這一場,搞了兩場的Seminar 在下星期六就最後一場了 基本上只剩下極少量的座位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去我們公司 www.bsq.com.hk 去按分檔講座 再按技術分析實質操作本班 你可以網上登記 或者你喜歡打大埔分檔電話號碼 3763 3388去登記都可以 基本上來說 我九月一定不會搞廣告 我自己十月份搞不搞我都未必肯定 因為我自己家裡會多了很多東西 所以可能十月都未必搞 我不肯定暫時 總之九月一定不搞 所以應該短時間裏面搞完這場 我就不會怎麼搞廣告 短時間來講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爭取機會報名 在Seminar來說 基本上都是會說一些 怎樣用一些收費工具去做買賣 還有增加求資勝算 還有我在節目經常說的 那些什麼 期指首十五分鐘頂底位的東西 都會在那個Seminar提及到的 因為呢 你要留意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有跟開這個節目的人 都會留意到 我是不喜歡去做一個預測的動作 如果真的要我去估計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作出部署 所謂部署的意思是 如果出現Pan A 的情況 我應該要怎麼做 出現Pan B 的情況 我又應該會怎麼做 類似是這樣 但是 例如是可能我本身心目中 為什麼這部節目叫佈局 就是因為 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會發生 那可能我自己本身有Pan A Pan B、Pan C 三個計劃的 但是 都有可能是 我會覺得 例如Pan B 這個出現的可能性計劃 機會率是大一點的 那我就 你做節目 你喜歡聽預測 那我都會拿來講一下 但是萬一我猜錯了呢 那又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那這個是我自己求資部署 一個我很著重的地方 就不是 側重於預測 是側重於反應 在不同的情況 做不同的事情 那其中一招 我自己經常性 在節目都提及的 就是我 譬如我本身是想做一個 看好的動作 OK 那是只有看好 但是呢 在即使來說 萬一 它是對穿 十五分鐘底的 那沒有 是確認向好的 息露出現呢 那我都不會入試的 這個就是 會 令到我在這個部署上 會看完它的價格 即使那個走勢 會否配合我原先想想的部署 從而呢 去減少自己一些無謂的錯誤 那但是 所謂的十五分鐘頂底的情況來講 就如果是有 跟開我相關的節目都知道的 不是說 隨便 九點十五分鐘至九點半 這裡有十五分鐘的時間 就拉個頂底位 一升穿 一點 就當升穿 一對穿 一點 就當對穿 十五分鐘頂底 是純粹是對 有跟開我西文拿的人 的一個暗號來的 因為 如何判斷 守十五分鐘頂底 穿還是不穿呢 我自己是有一個很嚴謹的定義的 甚至上用到很多人不同 對別的圖去判斷 這些 是有聽開我西文拿 就會知道的了 以前有用舊方法 現在最近我都是 基本上都是轉了新方法的了 在街日所講錯 提及一次半次 在Megahub這場講錯 我亦都會略略 會提一提 這個 如何判斷 守十五分鐘頂底 穿還是不穿的方法 你有興趣可以聽 但是 你沒有聽過 就不要 立刻 誤解了我十五分鐘頂底 穿不穿這件事 OK 上次在星期三 節目見大家 那時候 那時候情況 我記得是星期一 和星期三 我印象中 好像星期一 基本上是提及過 就是說 市場最主要的市場焦點 是想 在等星期三 七零零騰送公佈的業績 結局的情況 在我預計來說 可能市場 會在七零零公佈業績之後 有機會 有機會 記住我剛才說的 是部署的問題 有這個計劃 但是市場 如何反應是另一件事 但是我猜 我猜 市場在星期三 七零零公佈業績之後 就有機會出現利好消息出貨的情況 這是星期一說的 你可以看回節目的影片 然後 星期三 我在十六號的時候 和大家說 說來講 留意著 就是星期三 八月十六 星期三那天 就出現一個歐西巴的情況 即是說 那天的頂位 是比上天的高位 高低位 比上天的高低位 低位 通常出現這些pattern 市場是很有古怪的 很容易 會有很多假動作 左插右插 令到你 你 你的市場高開 你想追 那市場滾下來 那市場低開 你想沽 那市場夾上 類似這些情況 那對上兩次 出現歐西巴的情況 以七月四號 星期二的情況來講 那市場出現了歐西巴 這個情況之後 那市場先回落 讓你 捉穿上一支歐西巴的底 讓你以為 那市場還有力 繼續捉下去 那市場就靜靜地 見底 一夜大爆地夾上去 再上一次 就是說 那市場 在 升穿了 那個 七月二十六號 歐西巴的頂位 那個情況下 讓你以為 那市場會一口氣地 夾上去 之後 它就回一回 下來 這個回的幅度 其實都不少 還要回得來 還要穿上一日 進去低位 讓你以為 那市場 你以為 感覺上有一點 見頂的跡象 之後 那市場夾上去 是很狡猾的 那我禮拜三就提及了 喂 第一次又出現一支歐西巴 小心點 但是呢 在禮拜三的時候 其中一個提及 重點和大家提及的 就是 都 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 如果你跟回之前兩次 很簡單 將歐西巴的頂底位 作為一個重要支持阻力 市只要收市 升穿歐西巴頂位 要成第一步 再穿頂 而這個例子 就是25970 市就確認向上爆 以7月26日 星期三的例子 頂底位 作為一個重要阻力支持 收市的收穿 7月26日 星期三的頂 完成第一步 跟著這個頂 再穿頂 再爆 那根據今次這一次 對 我在禮拜三的時候 也有跟大家講過 很簡單 你拿著 即是三個歐西巴頂底位 27397和27036 作為一個重要阻力支持 如果收市的 向上 收穿27397 完成一步 再穿頂 就爆 我說得很清楚 是兩步 不是隨便一穿 27397 我就當它升穿 是要第一步 收市的 向上 陽足 升穿27397 收市升穿23397 這個完成第一步 基本條件 完成了第一步 還有第二步 要再穿頂 才當是穿的 接著我禮拜三的時候 就跟大家expect 配合我禮拜一說的話 禮拜三公佈 騰訊公佈 熱席 禮拜四傾向有機會 大市利好消息速貨 再加上歐西巴 好鼓話 禮拜三我就跟大家講 市傾向有機會 穿23 向上 穿23 月7397 但是 我忘記了星期三的節目 好像說 有機會稍微好一點 都有可能是收市 站穩在27397 完成第一步 但是 還未成功出現第二步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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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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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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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說要收市的收穿27397 市之後是回落下來的 即是連我最基本的第一步都沒有完成 這是第一個項目 第二個項目 就是我預早就覺得出現這個歐西巴 在這些情況來說 歐西巴有股幅 所以我剛才在星期三年也跟大家說 其實歐西巴沒有真正收穿這支歐西巴的頂再穿頂 或者是沒有收市穿歐西巴的底 2736再穿底 歐西巴還是一個叫做反覆 環境的格局 在這個反覆環境的格局的情況下來說 市市未正式出現一個突破的情況 不要受多了 本身之前是引申報福高的時候 叫你們兩邊做縮瘡 就繼續做縮瘡 否則現在引申報福這麼高 就不要亂做事了 除非正式突破 是這樣跟你說的 所以基本上未正式突破 理論上在這兩天來說 你是一個保守性的救赦者 是沒有什麼做過的 進取的 那星期四 市列口高開上來 我說過 在星期一時台的 騰送公布業績之後 有機會理好消息出貨的 但這個理好消息出貨 說真的 有一部份我都看得不夠好的 就是我沒有想過 騰送公布業績之後 這個業績是英俊的 超出市場預期 但是還可以升得這麼漂亮 繼續持續升劇爆上去 這個有一點意外 我也很老實 但anyway 繼續爆上去 但我最主要是講講大市 大市 你看到的情況來講 雖然騰訊是撐著市 在公布良好業績之後 不斷繼續夾上去 但是大市很明顯就見到 主要的大隻股票 其實是沒什麼力氣的 之後那個市就開始回落去 回落去 如果星期四 有看即時圖 留意我經常說的 頭十五分鐘頂低 這一招的情況下來說 當確認對穿手十五分鐘低位的情況來說 其實那個市已經由高位 大約滾了兩百點 大約去到二七三八零 我印象中 總之由高位滾了兩百點 確認真的對穿十五分鐘低位 那個時代二七三八零 確認對穿十五分鐘低位 還要穿什麼 這個這麼重要的兩萬七千五百點的位置 之前星期三都有展示給大家看 那個市就響響響 碰碰碰碰的滾下來 你問我做trade 我就是經常在節目中提及一件事 如果真的收市 收穿二七三九七 再穿頂就撥向上 你正式出現這些情況 如果我是球機者的話 我就可能嘗試小柱反手 去做這些滾下來的動作 如果你懂得利用我 Sammerner 所說的東西 戶後會用 這轉是抓到的 但我當你沒用了 你起碼沒有手多 讓他搓來搓去 你引伸波幅 按牌按牌按牌 那你就做錯了兩本收期權 很簡單的東西 而且我記得之前在大約出一千億成交之前 有跟大家提及到其中另外一個項目 就是那個市連續出了一千億成交之後 沒有再繼續破頂 然後那個市我就傾向 有機會 如果那個市繼續破頂 如果那個市連續出了一千億成交 那就加券加升 那時候就跟大家說的 如果是 保持不了一千億成交 但是破頂 就還是乾升 所以只會適升藍籌股 但是 細價股也不會移動的 但是那個市沒有繼續破頂 又保持不了一千億成交 那時候第三個可能性 我就說報局了 第三個報局 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來說 那個市 開市就有機會 慢慢地 如果市再沒有能力錯破頂 在牛皮的情況下 我自己的估計 慢慢的資金 就會轉流去二三線股 我記得之前是以前有說過的 那近來這幾天 你就開始留意回了 如果有留意的 這二三線股就開始動了 那所以我預計 我自己沒有估計錯誤的情況下 來講 700不股去 這東西不斷升 但是你看到大部分的藍柴股 就開始的資金慢慢轉到二三線股 因為市難夾起那些股票 接下來下一陣子 就開始慢慢準備炒二三線股 有上我之前 Megahut、Saman這些 把握機會 去用回它的System 篩回股票出來 去準備留意二三線股去炒 我最主要想跟大家講 現在的市 說真的 你說開回 我拿回7月24號至8月18號 這段時間綠色圈圈 這段時間圈圈出來 劃回最主要的期貨盤路的位置 基本上和上次星期三 和大家做節目沒有分別 最主要的達位都是 上面兩萬七千五 下面二六百下來 就是說簡單點來講 現在的市 都未正式 確認對穿這兩個位置之前 其實都是偏高就回下來 偏低就拿上貨去 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都是那一句 我暫時來說 在現在的位置 如果你是一個 不是短炒的求資者 我是等突破的 OK 究竟他會不會最後 是對穿二六八三四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 我很老實 真的確認他向下對穿這個位置 我就反手估下去 很簡單 確認他向上升穿 大約兩萬七千五這個位置 我就追紮上去 但未正式確認突破這兩個位置之前 不要手多 不要亂做事 你寧願可以偏高估 偏低詐 要配合即使 我守十五分鐘領底的那一招 然後去做事 就OK 看錯了 穿了這些位置要指示 穿的位置不是一升穿兩萬七千五 就追紮 因為例如你星期四的時候 有時一升穿這個期貨本路兩萬七千五 你記住 一升穿兩萬七千五 是不是叫做突破阻力 突破阻力這件事 我強調過很多次 兩萬七千五我當作一個阻力 升穿了兩萬七千五 我會看即使圖 四十四的情況就是 在兩萬七千五樓上開出來 接著是跌穿首十五分鐘低 接著不斷升到海 這個不是叫突破 不是叫向上突破 這個叫假突破 那這些情況 就應該 相反就要想隨時沽下去 確認在四十四 就是向上一開樓開 開到兩萬七千五樓上 這個阻力位的樓上 接著對穿十五分鐘低位 那時已經滾回到兩萬七千五樓下 還要對穿十五分鐘低位 那時對穿十五分鐘低位 剛才所說是大約兩萬七千三百幾點 還要在這兩萬七千五樓下 先向上再滾下 很明顯高位的沽壓是很重的 那這些位置你懂得做 那就看淡了 現在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在這些環境市的情況 是很多假突破出現的 那你就一定要配合納績市道 還可能避開這些假突破 暫時的部署是這樣 暫時今天就不會說有什麼特別的部署 我都是說等著市速方向 但是資金就開始留意到 開始轉移去留意一些二三線的股票道 那接下來我下個星期一再多看一些消息 再跟大家進一步更新 那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